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镜里自由穿梭 遥想过去的眷村时光 包含特展馆 眷村展示馆 展演馆 社区馆 四四广场及文化公园等多元化展览用途 四四南村与一般早期的眷村相似 主要以木材 竹梨 石灰及瓦片所建筑而成 特别的是四四南村为一连洞式的平房 采鱼谷状的架构排列 共分夹 夷 移 秉字号三大建筑群 夹字号位于庄金路以西 乙字号位于庄金路以东 秉字号则近邻以字号东边 并与信义国小相邻 也因时代背景不同 令人产生穿越时空及城乡差异的感觉 餐饮生活品牌好丘于2011年进驻 买个Bagel 冰淇淋 是在这个城市里最美好的享受 并带来了在地商品展售 艺文展演 轻食饮料等元素 每周日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 广场还有小农事集 手作与二手主题simple market 让人感受到丰富自在的生活气息 特殊的场域与氛围 吸引许多新人来这里拍婚纱 Light Up 南村有光 周一到周日晚间七点 七点半 八点 八点半播放 展演时间为15分钟 长达三年的户外光雕计划 每两个月换一组艺术家作品 想到台北看看不一样的都市样貌 不妨前来四四南村 感受旧式郡村的氛围 看着大台北昔日至今的变化 以上是沈云洁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